这些数据其实是要告诉各位议员 过去这两年台东县政府在推行慢经济政策的成果 现在就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实际做了什么 几件很重大的案子 想要再跟各位议员做一个报告跟说明 台东有94%的土地是山坡地 特别在东海岸 只要您走在台11 大概沿线的土地都是山坡地 只要在山坡地内做开发行为 就必须缴交这个土地开发金 那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把山坡地解编的城市 而且我们的笔数非常的多 5000多笔将近6000多公顷 全台东有13个乡镇的土地都受限于山坡地的限制 那么我们希望持续的来做一个团地于民的工作 台东天后宫是我们的信仰中心 从民国22年起就在现在这个地方 一直持续着成为民间的信仰中心 但是它大部分的土地使用并不合法 那是因为一些历史的记载 还有他们忘记了去做一些土地的登记 所以过去的十数年间 台东天后宫一直跟台东县政府来做一个请求跟肯托 希望能够让它的土地合法化 在今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 突破了法令的限制 我们依国有财产赠予 还有寺庙教堂管理办法 用赠予的方式 把在台东市区内1128坪的土地 归还给台东天后宫管理委员会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全国第一起把庙方的土地归还 但我必须说这也要非常感谢天后宫 把民国22年开始许多的文资记录保留得非常完整 让我们可以有佐证的资料 让内政部同意这一起 全台湾第一起把土地捐赠给庙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解决了东游记的土地旅馆登记 东游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旅馆休闲用地 但土地的不合法 我们在108年跟县农会 还有中央地方来合作 终于把土地的合法问题解决了 这件事情的完成让台东县政府 在市中心的核心区多了1.2公顷的土地 东游记土地合法登记为旅馆 非常完美地把它完成了 那接下来还有关山清水公园 大家知道在20几年前 用空屋基金来做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清水公园 是全台湾第一个自行车 可以环绕这么大的土地的地方 它一直没有办法进行修缮 兴建 原因并不是政工所不想做 而是因为它的土地的问题 使用是没有符合规定的 在今年我们终于把它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也很开心地看到 关山正工所已经把关山清水公园29公顷 开始招商规划 很快就会看到它风华再现 一样也是十几年 我们的山源湾在109年判决确定 台东县政府要6.29亿买回来之后 今年完成了产权转移 然后在三个月内完成台东史上 最困难的点焦任务 完成了点焦之后 目前这个山源湾的建筑物 已经是属于台东县全体人民 但愿海水浴场也在8月24号 重新对外开放 这行路两侧的土地 28年都没有办法有开发的可能性 因为这当中所有权人相对复杂也多 但是我们很感谢地震处进行重化 整个重化区有8.3公顷 重化之后释出了6.4公顷可建筑土地 一旦把这样的土地重化 把活力还给民间 把土地还给人民 一定会有新的地貌地样的出现 这6.4公顷目前应该也都是一个非常好运用的一个土地 这边也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在108年我们完成了台东大学的仙岛工厂 可以帮我们台东的农民来做打样 比如说您做的火龙果世家 您想要做成别的形式 可能是液体状固体状或抽取液 这些台东仙岛工厂都可以帮忙农民 但是过去两年我们发觉仙岛工厂使用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合法地被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跟中央多次的协调 我们终于突破限制 现在这个仙岛工厂 它终于可以取得工厂登记证 真正的在地生产在地制造 所有的东西都是MIT Made in 台东 小农可以把他的产品带到仙岛工厂 来实际的进行加工 然后打上台东制造 都市就要通盘监导五年一次 有一次我们在召开都记委员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他的意见 我们说这位A先生 他几年前来提起这个案子 我们今天要来谈请问他人在哪里 他今天没来 那陈白仁就跟我说 他不能来了 他这个过世了 所以都市通盘检讨 如果五年一通 到了三次都通不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进度太慢 所以过去两年来 我们每个月都召开都市计划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 17个都市计划内的公共设施专通 都已经全部检讨完毕 并且已经送到内政部审议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希望赶快把土地还地于民 让民间的力量进来 台东的土地开发 不会受限于过去数十年来的计划 像一些机关用地 学校用地 公园用地 如果二三十年 我们都没有办法征收 我们应该要还地于民 所以真正才能符合台东县的发展需求 华东基金在我们这两年是第三期 过去第一期跟第二期 我们的执行率大概是三成跟七成 也都不错 已经在逐次成长 但这一次的成长突破九成 我们得到了一亿元的补助奖励 那台东县政府的高效力 其实还展现在一件事情 我们是全国最早疫苗接种才预约制 在刚开始大家都习惯用通知单 反正通知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去打 台东县整个的医护人力 没有办法向高雄台中台北 开了四五十个快打站 让民众不确定的时间 不特定的时间去打 所以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 用疫苗预约制 希望大家能够确定自己 要打疫苗的时间跟地点 然后我们就按照我们预约的时间跟地点 到那个地方去打疫苗 那我们后来也慢慢看到 其实各县市政府也慢慢采用预约制 到后来中央的1922系统 也是用预约制 这件事情说明了台东县政府 其实在某些事情上面 下的判断是比较快的 这张照片其实要跟各位 再做一个回忆 这是去年在演艺厅 我们第一次端出 慢经济这三个字 看到这张照片我常常会在想 这样的一个女生 大家会怎么看她 我的个性 比较不那么强硬 我想大家也都能够体会 女性是温柔 是她必有的特质 那老子道德经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那意思是说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一个德性 其实就像水一样 水呢 它其实不争 它滋养万物之后 它就化于无形 它善利万物而不争 而且它总是往低处流 它总是很谦卑地 在最低下的地方 跟土地在一起 那我想跟大家 在讨论的是 女性的柔弱 并不代表 没有坚强的意志 刚刚我们所做的 这么多的一些成果 我们非常感谢 县政府的同仁 和我们一起 往前努力 但如果没有领导者的 坚强意志 和一个完整的思路 我们可能在这个路上 会遭遇许多困难的事物 所以我在这里 想要感谢我的同仁 还有感谢三年前 让我有机会 能够成为台东县长的台东乡亲 我将会持续地 努力地带着这坚异的精神 把台东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当然这当中 我不会忘记 我们要上善若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